他之前很介意也很害怕被批評 不過被批評得久 就發現其實人是沒辦法滿足所有的人 所以唯有做好自己 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就是有求必應的影片 因為最近也有很多人非常好奇 我的啡色眼妝是怎樣畫的 因為我一向都是畫紅眼妝 所以可能看到我的啡色眼影 雖然大家都覺得很好奇 但最近我對於這個啡色非常沉迷和鍾情 我最近很喜歡大地色 我今天也是穿比較大地色系的衣服 有很多人問我這個惡髮色是怎樣 其實我都說不出來 我的頭髮有一個很淺色的狀態 我是想最深最深的啡 過了大概一個半月 就脫到這樣 他算是脫得很快 其實我不想脫得這麼快 但是漂過的頭髮就是會脫得這麼快 所以就沒辦法 現在就來跟大家 Get ready with me OK 首先呢 就塗Base 這個之前年頭也有介紹過 就是Edude House 但之前我就是用黃色 黃色那個裡面有些金粉的粒子 所以塗上他的臉 然後臉上會比較豐滿的感覺 但這個就是主打水分的 試了之後發覺非常之不錯 塗上臉呢 是會比那隻黃色沒有那麼油 它的質地比較清爽一點 所以如果臉很乾 喜歡這個質地更清爽的人 用這個是非常推薦的 對 我已經買了很多支全貨放在家裡 接下來就是這個 MAC的粉底 真的超級喜歡它 我用過這麼多粉底裡面 暫時我覺得最好用的了 雖然我本人不是用過很多粉底 但是它的質地很薄 薄得來它不會是沒有遮瑕 它也有充分的遮瑕 重點是它不會乾 它雖然是霧面的質地 但是不會很乾 比起亮身比較有光澤的粉底 暫時我都會喜歡一些比較霧面的 其實唇膏也是的 近來這幾個月我都會喜歡一些比較霧面的質地 因為我整個四月都不小心太累 然後晚上回家就睡著了 我是大妝地睡 但是我翌日睡醒 它是幾乎一點妝都沒有掉 幾乎 就是我可以完全醒了 直接走出街 都不會覺得不可以 如果想看這個粉底的詳細介紹 早晚也出了一條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條影片的介紹 還是先塗一點遮瑕 因為我覺得我的黑眼圈有點嚴重 近來這支我都用了很久 innisfree的 其實也試過很多遮瑕膏 沒有一支我真的非常喜歡 innisfree的其實我也不是特別喜歡 只是在我試過這麼多支裡面 我覺得算是不錯 但是我覺得應該會有更好的 所以我等著那支遮瑕膏出現 等它出現之前我都會努力地試 暫時目前為止我覺得它是最適合我的遮瑕膏 它是3號色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我的手指是很奇怪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是一個非常喜歡咬指甲的人 那我做gel甲的其中一個原因 其實都是為了防止我咬指甲 但是呢 這四隻刀是被我咬掉的 但是這個為什麼咬不到呢 因為這個有水晶的關係 才可以解決到我這個咬指甲的壞習慣 是從小到大都會咬指甲 還有呢 就是當我覺得壓力大或者很緊張的時候我就會咬指甲 例如是考試的時候 或者是我剪影片的時候 然後我很用神 我就會咬指甲 但是因為我都連剪了三次 所以我覺得我的指甲如果再弄的話 我怕它會太薄 所以我打算休息 應該再等多 我估計兩個月左右就可以再弄 但是女人的東西就是經常變的 近來是非常喜歡用這個 TOO GOOD FOR SCHOOL的 漾漾覺得粉狀的shading是比較容易上手 用高狀的話就比較難控制份量 每個韓背都一定會有這個陰影 我想說那些陰遮住眼眉 我差點忘了我要畫眉 近來很喜歡用眉粉 這一盒就是在布達貝斯買的 超級便宜 好像是港幣14元 超誇張 再多幾個星期我只用深色這邊 但是因為我的頭髮越來越淺的關係 所以現在呢 塗多一點淺色的啡 然後我突然想起呢 有很多人都說我眉毛畫得漂亮 但是我真的真心 我覺得畫眉很難 但是我覺得呢 用這些眉粉掃 真的會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眉粉是比較自然一點 就算你畫錯也不會很難救得回 其實我自己的眉毛是怎麼畫的呢 因為我本身的眉毛呢 就是這樣斜上去的 所以我就要填補前面這個空間 還有後面的這個空間 令眉毛看上去比較一致 雖然現在韓國也不是特別輕畫一致眉 但是我覺得一致眉 看上去整個人會比較柔和一點 然後我也不會把整條眉 油曬顏色 因為眉毛太過深色 樣子就會看得很噁 然後呢 再會塗這個 也是慣性 喜歡用這個 Edude House的眉 gel 這個就是二號色來的 因為之前金毛的時候 我就是用 它是金色的 但是這個呢 就是金啡 它真的 我用過最好用的眉 gel 而且我覺得呢 你這樣掃眉 gel 有時候呢 其實都會不介意 避免到你眉的根部 所以我覺得呢 就算眉粉 你填不填整條眉 都沒有關係 現在呢 就會和我的髮色比較match 現在這樣就看到有畫和沒有畫的分別 好 接著呢 就是大家一路期待二久的眼影的部分 雖然是啡色的眼影 但是我普遍呢 都是會用到四個顏色的 那我最近用的眼影盒呢 都是這個 MAC的眼影盒 它打開裡面呢 啡紅為主的 但我覺得下面這一行 其實它的顏色真的 強勢一下 所以發出來的效果 都是會濃妝一點 所以你平時呢 如果打扮比較 casual 比較淡雅一點 其實這一行就是 用不到的 所以呢 我只會用上面這兩行 好 首先呢 就拿這個 浴色 塗在眼睛的這個位置 因為它是浴色 然後我們的皮膚也是浴色 所以呢 你不覺得好像塗了東西一樣 但是呢 有塗底和沒有塗底 其實真的差很遠 都是不可以懶的 這一部 好 大概塗到這個位置 然後呢 我就會拿這個 就是深上面這個小小的 它這個就是有小小啡的橙 全部都是MAD的 是沒有任何的珠光的 然後呢 我就會靠近 睫毛根部的這個位置 全部這樣塗上去 這個我會當是底色 跟剛才一樣 都會大概塗到這個位置 然後呢 因為呢 想要開始做一些層次感 我就會拿它旁邊這個 它這個呢 它又是再深色一點的 橙啡 在眼眉的位置 開始塗上去 因為我呢 是喜歡一些比較明顯一點的眼妝 所以其實我會塗得比較深色一點 有一點不習慣淡妝 在眼尾開始掃到前面 讓它有一個漸變的感覺 同一種顏色呢 我都會把它塗在下眼線的位置 我不會塗在整個下眼線的位置 大概塗三分之二 把這個位置塗滿它 然後呢 再拿這個是朱古力啡 然後現在呢 就要做陰影了 在眼尾的位置 開始落筆 慢慢塗在前面 我不會把它塗得太多 因為塗得太多 妝感就會很濃 雖然我喜歡一些比較 顏色是sharp一點點的眼妝 但也不想它那麼濃 好了 然後塗在這個 靠近睫毛 根部的位置 然後這邊有個啡金色珠光的眼影 我呢 就會用手指 這樣輕輕 我就會塗在眼蓋中間的這個位置 因為我覺得呢 整隻眼的眼影都是沒有閃粉 沒有珠光的 其實看起來會有點悶 和無聊 所以呢 我就會在中間這位加 一點點珠光 通常眼影盒裡面一定會有 白色珠光的眼影 這個時候呢 再加上去 就可以把本身那個 金色混淡它 如果本身是有 淺色一點點的 淺啡色珠光眼影 就最好 直接塗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還會在眼頭的這個位置加一點點東西 加回剛才的這一隻 就是這個位 這樣掃一點深色上去 這樣眼睛看上去 就會比較深碎一點點 因為這個位置是凸出來 然後這兩個位置是 凹了進去的感覺 那我自己呢 有個小貼士 有時候可能覺得 這個位置擦得不太漂亮 blend得不太均勻的時候 那我就會用一個 比較鬆一點的掃 最後 blend鬆它 看上去呢 就會自然得多 不會說顏色 疊一疊 深朱古力的上面呢 有一個珠光板 然後呢 我就會把這個珠光 擦在眼線的這個位 然後眼線呢 就是Kiss Me的眼線 其實我沒有特定 喜歡用哪一隻 之前是珠光板 但後來其實 發現有很多枝都很好用 關心的事 說不出話 接毛液 我就是用 Joycome和Joker 香港現在沒得賣 是嗎 台灣和韓國燕都有 所以大家如果是去台灣 或者是來韓國的時候 你可以去這個Olive Young 或者河神士那些 有得賣 但我經常塗一下眼睫毛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很大壓力 好 眼影就完成了 有眼影和沒有眼影的分別 好 等我現在化在這裡 其實我最近喜歡啡色 是有原因的 不知道為什麼夏天來臨 我就很想把整個妝容 變得比較嫩一點 橙一點 因為以往呢 塗紅色眼影的時候 我都比較少會用橙色的唇膏 或者是燕脂的 但是化這個眼妝 我就會很自然地塗了 偏橙色的眼影 其實平時我自己化妝 在不說話的情況之下 我化一個這樣的妝 是要15分鐘 我猜 我當然是只說化妝的步驟 不算是全面膜 不算是肩膜 不算是肩膜 那部分 都是開始對這個化妝 產生興趣 你只不然會想試一下 多點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組合 不過呢 雖然我也挺肯定 有很多人都會覺得這個眼妝不漂亮 因為 也有看到不少留言 是這樣說過 不過我自己覺得好看 自己覺得好看就行了 做人 不是為了別人而活的嘛 做人是為了自己而活的 或者應該說 每個人的感覺都不同 你覺得好吃的東西 不等於 他也會覺得好吃 其實之前會很介意 也很害怕被人批評 不過 被批評得久 就會發覺 其實人是沒有辦法 滿足所有的人 所以呢 我唯有做好自己 我有看很多不同的美妝youtuber 然後他們拍化妝片的時候 他們邊化妝是可以邊說到很多話 聊天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他們很厲害 很多人都可以邊化妝邊分享出來 但為什麼我不行 我這條影片是想著嘗試走那個方向的 但是 很明顯應該失敗了 胭脂的部分 因為眼睛是金色 所以我會上一個偏橙的胭脂 這個是Edude House 它存在在家裡也很多年 但是很快才拿出來用 其實我覺得它超級好用 因為它是這樣分了紅紫和橙 所以你只戴一盒胭脂 你都可以出門去旅行 就戴一盒已經很足夠了 最近喜歡點點點的方式去上胭脂 你看看我現在又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不算是沒有話題的人 但是我是慢熱的人 很多時候我都要靠別人 戴起一個話題 然後我參與 而不是我開一個話題 跟別人說 跟朋友相處的時候 我是比較喜歡做聆聽者的角色 做聆聽者 很舒服 說的人又可以抒發他們的意見 然後我又可以吸收到很多東西 當然我都會說話的 但是比例上我是會少一點的 然後 蠢膠的部分 我也是會塗兩種顏色的 首先就是這個 是Clio 因為我非常喜歡這個字 因為它真的很好塗 它也是沒有面質的 但一點都不乾 然後這一支就是 2018年的其中一支 最多行會買的Lip Tin的產品 對啦 如果是喜歡唇妝比較自然 比較淡色的朋友 這樣塗一隻就已經夠 但是我當然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真的習慣了塗紅唇 而且因為我覺得紅唇 拍照出來才會看得到 所以很多時候 有拍片或者有拍照需要的時候 妝一定會比較濃一點 也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會喜歡顏色多一點 還有更濃一點 對啦 然後也是非常多人問我 是用什麼唇膏 其實我真的經常都會用不同的組合 我覺得可以另外再拍一集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現在 究竟用什麼唇膏 但是今天我就會用這一支 這個也是我經常用的 它就是Romance 這個也是韓國牌子 把它塗在唇中間的位置 然後Blend開它就可以了 它是非常好Blend 而且它一點都不黏牙 它的持久度都非常不錯 它這個霧面唇膏的技術 實在是發展得太好 基本上現在很多的霧面唇膏 都是不乾的 也都不會顯唇紋 好了 現在就化完妝了 就可以準備出街了 對了 如果來韓國的朋友們 記得沒有看天氣報告 大致上 溫度的話 都是二十多度左右 但早晚都是會涼的 都是需要穿件外套的 我這件其實都不太夠 這件是薄的西裝衣服 如果大家可能怕跌倒的話 或者你可以戴一個薄的頸巾 或者穿厚一點的外套 如果你出街的話 建議裡面可以穿件薄一點的衣服 但你外套就可以厚一點 下午真的可以短走 對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幫我按讚、支持我 記得follow我的IG 或者Facebook的話 就可以知道我的穿身動態 記得按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就不拍錯過我的穿身的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下次再見